真相依 住房空置率偏高 田国立 中国还存在住房空置率高的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时 住房空置率不超过10% 日本住房空置率 也在13%左右 目前 中国住房空置率资料还未公开 但中国现在住房空置率 比他们都要大很多 中国住房空置率 是一个未解之谜 早在今年6月 原中裁办副主任杨伟明 在2018陆家嘴论坛演讲时就表示 我在中央裁办时 曾经请有关单位 通过对用电量对全国住宅的空置情况摸底调查 显示 我国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住宅的空置率都相当高 比日本这种高度老龄化 少子化 城市化的国家还要高 日本是13% 杨伟明和田国立都没有给出确切的资料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目前的空置率显然是要高于13%的 就在本月21日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释出的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显示 2017年中国城镇地区有6500万套空置住房 住房空置率达21.4% 二三线城市空置情况更为严峻 这个资料 与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测算是一致的 2015年 腾讯曾发起一次住宅市场调查 得出的资料 也在22%至26%之间 可见 中国住房空置率高于日本的13% 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 具体的数字 大概率在20%左右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 商品房空置率在5%-10%之间为合理区 空置率在10%-20%之间为空置危险区 空置率在20%以上为商品房严重羲压区 先看美国 即便是楼市最差的2007-2008年 自有住房空置率最高只有2.9% 再看欧洲 空置率也很低 荷兰、瑞典一般住房空置率 只有2% 法国为6%左右 德国约为8% 无论是参照国际惯例 还是对比发 加 中国的住房空置率确实偏高 部分城市甚至已经到了商品房严重羲压区 空置的房子这么多 都去哪儿了 国为6%左右 其家人 准备 wouldn't 未经济